想像一下你每個月跟伴侶合計拿到這些薪水 很快的繳房貸的時間來了 假設你今天在台北買房 這些薪水會有將近七成都要拿去繳房貸 隔壁的新北相對好一點 只有六成要拿去繳房貸 如果你覺得還是太多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城市 雖然房貸負擔率跟雙北比起來相對好一點 但也幾乎佔了所得的四成以上 合理的住宅支出佔所得比是三分之一 但全台唯一合理的地方只有一處 就是基隆 全台平均房貸負擔率是44.3% 幾乎是吃掉一個家庭每個月總收入的一半 房貸早已是現代家庭最沉重的支出 載足高台的家庭又會如何影響未來台灣經濟 今年5月央行公布了一份金融穩定報告 內容提到台灣的家庭部門借款餘兒占GDP比例 在2023年底已經突破90.27% 最近幾十年來的研究 發現金融危機即使跟家庭部門負債的程度高 是有非常高的關聯性的 在繼續了解家庭部門借款餘兒占GDP比例會造成什麼影響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國人向銀行借錢來買車子房子或是交卡費信貸等等 這次借款的加總就佔了目前GDP的90.27% 而其中最大比的借款就是房貸約85% 看我們的家庭負債消費性貸款裡面 大概首要就是購資住宅貸款超過10兆 然後剩下的其他消費貸款大概1.3兆 然後其他的信用卡的車貸 大家的房貸負擔越來越重 就導致其他消費就一直在緊縮一直在緊縮一直在緊縮 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一篇有國際結算銀行三位經濟學家所撰卸的論文 研究了全球54個經濟體家庭借款與GDP表現之間的關係 結果顯示家庭借款的增加短期內雖然有助於經濟成長 但效果只有一年 長期來看家庭借款占GDP比例每增加一個百分點 將會造成整體經濟成長率下降0.1個百分點 那也發現說家庭部門的負債會導致景氣的低一米的時間會被拉長 所以整個經濟經常衰退期 你要讓它再回來的時間那個恢復期 就是你要在谷底的時間其實會拉得比較長 不只如此 當家庭借款占GDP比例超過7成門檻時 不管是對GDP或是對消費者增長率 都會有更強的負面影響 今天在台灣有消費能力的是誰 中壯年 可是現在在背房貸的是哪個族群 也是中壯年 結果你就發現 最有消費能力的中壯年 卻背上很扯重的房貸 結果導致他們什麼東西 他們消費力量不足 儘管我們都知道背房貸是輕壯年 但有一項數據可能會讓我們更意外 資料顯示去年購物者的背景調查 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下高達61.6% 遠高於年收入一百到兩百萬 或年收入兩百萬以上的族群 等於台灣主要背房貸的人 是收入最不高的一群人 所有政府的政策 包括稅子 他都在鼓勵年輕人買房的情況底下 那我覺得我們的房市 那種剛性的需求 其實很難去把它抑制下來 以新建安的政策來看 從去年7月上路至今 五大航庫新乘坐的房貸金額 平均就高達840億台幣 今年1月份的年增率 甚至是去年同期的1.5倍 購物成交量有明顯的增加趨勢 我一直都覺得那句話 讓我覺得很不安 就是好幾任的總統 包括就是部參部長都講過 要讓年輕人都買得起房子 等到真的所有的年輕人 相信政府覺得就是 要去買房子 這句話的時候 開始買房子的時候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高房價 還是地點 那反過來 如果當所有年輕人 都買得起房子的時候 那我們的房地產已經完蛋 值得注意的是 同一篇論文也提到 當建築業的信貸擴張 會導致過多的資源流入房地產 造成嚴重的資源配置錯誤 甚至排擠到具有創新技術 或是更有生產力的產業 不論是學者或是國際結算銀行 都對指標過高提出警告 那目前央行又是怎麼認為 翻開金融穩定報告 央行認為 儘管短期常在壓力增加 但家庭部門有龐大的淨資產 在2022年達GDP的8倍以上 因此整體的財務體質還算健全 除了上述提到的數據之外 有沒有其他指標 可以觀察金融狀態是否穩定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銀行的 余放比觀察 余放比是指銀行放款的品質 品質約好等於債務人有正常的還債 反之 品質越差 表示債務人無法按時還款 以健全的余放比3%來說 目前家庭借款的余放比 從2022年年底的0.12% 略升至0.13% 還處於低點 因此央行就認為 家庭借款的信用品質還不錯 但學者就持不同看法 我們這個比例還算不錯 但是已經開始有漸漸往上爬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覺得這個 家庭部門不動產的余放比 這個東西是讓人家貪心 儘管金融穩定報告中 央行對於家庭還款能力還算樂觀 但他們也提醒 銀行利率落走升以及通膨因素 未來可能還是要注意 負債高的家庭 他們還款能力的變化 以及新清單借款人 對於未來利率變動 風險承受的能力 房地產本來就是會有什麼有跌 你只只不知好 那個空投什麼時候會來 可是在空投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過去認為台灣的房地產 執掌不跌有多麼的愚蠢 那不確定性是在未來 今天當經濟在走下坡的時候 不動產它不是那麼容易變現的東西 尤其是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你可能不是獲利了結 你是要賠本殺出